好萊塢女星莉莉科林斯 今年映出演聚集 艾蜜莉在巴黎而人气攀升 事业创高峰之际 她也在2020年与男友订婚 并于隔年举行婚礼 甜蜜的爱情收获各界祝福 没想到日前有报道指出 莉莉科林斯前往洛杉矶旅游时 婚戒竟然被盗走了 她表示当时在好萊塢的西部度假屋 享受水疗 把婚戒与其他电子产品 存放在储物柜中 不料当她回来时 却惊觉柜中物品不翼而飞 根据外媒报道 酒店房间并没有其他人 强行闯入的迹象 警察也还在调查当中 事上莉莉科林斯曾透露 那是她梦寐以求的婚戒 一名珠宝设计师也曾评估 该枚戒指是非常漂亮的 玫瑰切割钻石 大概二至三克拉之间 拥有淡粉色的色泽 在市面上非常罕见 售价估计超过台币250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